大家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如果大家有买帐篷和天幕的话 它都会送你这种风绳的调节扣 它的作用就是帮你把风绳给收紧 让你的帐篷和天幕 可以处于一个非常紧绷和饱满的状态 今天就教一下大家 大家也可以猜一下哪一个是最贵的 首先是这种最常见的三孔风绳扣 最下面两个孔的绳子把它抽出来 套在这个地钉上面 我们只需要前后调节这个滑片 就可以调节风绳的长短 调好到固定一个位置之后 它是不会乱动的 这种风绳扣是用塑料来做的 所以如果真的遇到大风的话 其实是有点不靠谱的 第二种是这种有一点弧度的双孔滑片 双孔滑片就更加直观了 你要调节的时候 你只需要把波片调正 然后调完之后再把它回直 第三种是这种三角的风绳扣 这是一种比较新型的风绳扣 会经常用在一些豪华的帐篷上面 把最下面的这部分抽出来 套在地钉上面 当你要使用它的时候把它拨束 当你想要固定住它的时候 再把它放正 是不是挺好玩的呢 最后是这种看起来很复杂的风绳扣 它一般是用在轻量化的帐篷上面 抓住这一部分 把它伸长往后拨 当你要使用的时候 需要把它掰过来 它这个位置是有一些齿轮的 当你要固定它的时候 你就把风绳卡在上面 这些就是比较常见的风绳扣了 快用它们去搭一个饱满的天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